嗨 各位小財神 今天大家過得都還好嗎 今天要帶給大家的是聯邦賴典卡的開箱影片 我覺得大家一定會覺得很好奇 所有的銀行現在開始是怎麼一回事 2020年下半年就是所有的權益優惠沒有什麼改變的情況之下 一直狂換卡面 到底要怎樣才能夠拿到新的卡面呢 寶可夢這邊有幾個相關的程序會跟你講 所以如果你看了這支影片 然後你也想要換的話其實你是可以換到的 那寶可夢當然就是當即驚風 就是先換給大家看 也才有我們這支影片的誕生啦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往下看 今天的重點就是要來做聯邦賴典卡的新卡面開箱給大家看 再來的話再跟大家重新整理一下 這個我們賴典卡的優惠 還有它還有一些小小的亮點 你是不是不知道呢 我們也會在今天這支影片跟大家做介紹 那最後的話重點就是如何才能夠換卡 也會一併的跟大家做告知 所以事不宜遲 我們立馬就來做我們的第一個單元 就是聯邦賴典卡的新卡面開箱 噠噠 哇我已經拿到了齁 之前也有在我們的粉絲頁裡面跟大家公告說 寶可夢已經拿到了一張新的卡面喔 那到底是哪一張呢 就是這一張我們趕快來看一下喔 來立即的進行開箱 來 我這個如果你收到卡片的話呢 它其實就是一個白色的信封 然後呢 剪開之後呢你就會發現 欸它有那個 噠噠 它其實有一張開卡函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 所謂的信用卡的 我看一下這什麼 信用卡約定條款 那信用卡約定條款是一個制式的東西 就是基本上你只要申請聯邦的信用卡 它都會給你 那你基本上就是 稍微把它看過一遍 就會知道你自己的這個基本權益在哪邊 那進階一點的話呢 就是我們這一張 噠噠噠 好這個我們聯邦賴典卡的真的卡面 新的卡面的部分你拿到它會是一個這樣子的開卡函 那開卡函上面呢 有你的基本的收件資料 然後還有就是 這個你自己的額度 然後還有 相關的資料 它這邊還有一個所謂的貸款額度 它意思就是說 預設你卡片辦下來你就會需要錢 所以它這邊就有貸款的資料 但你可以不理它 那中間這邊就是它的卡片黏在這裡 那下面的部分的話呢 有教你怎麼做開卡 然後一定要記得綁定LinePay 你才能夠拿到回饋喔 那背面的部分的話 就是它的基本權益的部分 那我把這張卡片拆下來給大家看喔 來 登 有沒有 這個我們的金光閃閃 非常好看 它雖然說是這個所謂的塑膠 但是它也是盡量做到這個所謂的金屬質感 有沒有看到 所以它其實在那個強光之下反應呢 它其實是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層次喔 然後有一點綠綠的 好 那這個卡面的話呢 我覺得你喜不喜歡是見仁見智啦 因為你們還有一個舊的卡面嘛 如果你本身是舊卡有你的 你拿到的是這一張 綠綠的很可愛的 好 所以它中間當然是有差異啦 但是就是 看你自己喜歡哪一個類別 如果你想要 新的卡面那當然也是可以換啦 因為這基本上 不會影響到你的刷卡權益 好 所以這部分的話就是 開箱給大家看 那再來的話呢 大家可能會想要知道說 那這個卡面到底有沒有什麼 基本的 優惠重點的 這個權益的部分有哪些 我怕有一些人就是 沒有去看過以前的影片 所以我這邊就是在 跟大家整理一下喔 那這邊是我們的 聯邦銀行的官方網站 直接用官方網站 來跟大家做解釋就好了 比如說這個畫面就是 就是它的新護理一樣就是300嘛 然後還有就是 喧花數 看你喜歡哪一個 那它這個 國內4%的意思就是 很簡單 它這個國內4%就是 它原本是國內2%海外3% 那再加上這個所謂的 Line Pay Money生活繳費 再多2% 所以國內最高就是4% 那它的上限的部分 是每個月刷1萬5以內 可以拿到4%的部分 那 你可以看畫面上面這邊 有兩張卡片喔 那 它其實 就是早期去年7月推出來的時候 是這個 經典款的卡面 現在應該大部分的都是這一張 那 在11 12月的時候 它有推出一個所謂的 珍藏版 你如果是那個時候申請的話呢 它限量1萬卡喔 就是都發行這個珍藏版 也是非常的漂亮 可惜 我們那時候Android要跑 所以我就不能夠拿這個卡面啦 比較可惜一點點 但是 如果你有拿到的話 其實都算是拿到絕版品 哈哈 那賴典卡的消費的部分的話呢 這邊有看到 就是走到明年1月底之前呢 國內3% 國內2% 海外3%的部分 就提供大家想 怎麼把3%寫在前面 因為當然就是 優惠要先放在前面 讓人家看喔 害我不曉得你講錯 所以呢 這個重點就是無上限喔 所以你這張卡面 其實它也是蠻好用的 因為就是 你不管是拿來刷保費 或者是一般的生活消費的部分 都是有回饋的 甚至 你把它綁在橘子支付 然後拿去7%做繳 這個費用的部分的話 也是符合這個 就是所謂國內2%加碼的部分 那如果再加上 這個奈佩曼迪的生活繳費 就是4%了齁 所以提醒大家 第一個亮點出來了 就是拿來做繳費 這所謂的代收代付的部分 在7%使用橘子支 就可以突破它這個 所謂的超商不給回饋的限制 非常的好 有興趣可以看一下輝哥的文章 那 一卡通 有這個所謂的 一次自動加值是500 然後它就給5點 所以是1%的回饋 那你在拿來付的話 做消費也是有個額外的加碼 所以等於是說 1加1 應該就是2%回饋 這樣子 那新戶手刷裡的部分的話 如果你是聯邦銀行的新戶朋友 那麼就非常歡迎你 就是跟團上車 現在的話就是還是有活動 你新戶裡 你可以好理二選一 拿LinePoints點數300點 或者是這個滑鼠 二則一 除此之外 你也可以參加本團的這個大團抽獎 我們7月31號以前 我們要送什麼 我們要送的是這個 這個應該是 Apple Watch Apple Watch Series 5 我們現在就是目前跟團上車的人 有回報至少已經有200多人 我們一定會抽出一支 所以如果你是辛苦 而且想要趕快上車的朋友 請在7月31號以前趕快申請 8月15號以前回報 就符合我們7月份的抽獎 那我們8月1號期 我們要送什麼呢 我們要送的就是它後面的這個 這個揪團裡的部分呢 它送的是這個 Google Nest Mini 2 智慧音箱 這個智慧音箱 讓我們卡板方的3位KL 都決定要捐出來 給我們所有的粉絲朋友一起抽 所以你是想要Apple Watch 還是要智慧音箱 你就可以選擇 在不同的時間點上車 那也許我們的成效好的話 我們可能下半年還會 除了這個獎品之後 還會再做加碼 這是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除此之外呢 它的最大亮點就是這個 Nine Pay Money 生活繳費2%的活動 這部分的話 也請大家就是一定要 理解一下這個 到底怎麼去使用 因為我自己寫過很多文章 包括這個所謂的地虎之父的介紹 其實都有講到說 你應該要怎麼去解任務 所以讓你的回饋 可以達到最高5% 包括寶可夢就是 昨天在接受這個 非凡新聞的採訪的時候 他們也記著也是 就是不太了解 這是什麼活動 我也在旁邊解釋了半天 讓他理解這個活動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也請你就是看一下 我寫的文章 下面的資訊欄裡面 我都有附註上去 也請大家就是多多理解一下 因為這個東西的回饋其實很好 然後你一定要就是 務必拿到這樣子 那除此之外呢 到底 這張卡片還沒有什麼亮點 我現在就要來跟你講 先讓我看一下畫面 呵呵 這個話呢 其實就是我們 開版本的CW大大 他在昨天 他有寫了一篇文章 給大家看一下 最新的 看一下喔 CW大大的新的文章 因為他的文章是 昨天吧 是不是 在這裡有沒有 聯邦賣點卡的 新卡面開箱 他自己也做了 一個新的文章的更新 那你在這邊你會發現 如果你有在追蹤他的 部落格 你會發現他其實 也都有在更新一些 最新的消息 那包括這篇文章 他最主要就是講到說 其實聯邦賣點卡呢 你把它拿來做這個 繳保費的部分 你是可以拿到這個 2加2%最高4% 再加上這個 12期分期零利率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 是我個人覺得 非常棒的亮點 如果你自己本身是 拿來繳保費的話 像這邊寫著 繳保費拿4%回饋 再想12期零利率 這個是他的非常棒的亮點之一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 申辦其他的卡片 比如說微風卡 那麼 再拿免費的機場接送 跟貴賓室的部分 只要刷足 就是15萬 年刷15萬 他會再多送你好幾趟 基本權益 所以這個是我們 CDAO大家發現的這個 COMBO技 很棒的 也提供大家參考 那我在這邊呢 也在分享一些 個人的DP Datapoint 就是個人經驗 比如說 如果你自己有使用這個 MCO卡 看一下 MCO卡拿來做入金 到底會不會有回饋 這部分的話 就是提供大家參考 MCO的話 是我之前曾經介紹過的 這個金屬信用卡 這個是 虛擬貨幣的產品 你有興趣你可以上網 理解一下這個產品 那他這個東西的話呢 如果你是用聯邦 賴典電卡來做刷卡 把錢入進去的部分 那麼你是可以拿到海外的 3%回饋 那加上這個 Light Pay Money 的生活繳費 就是5% 所以你把你的錢入進去 MCO裡面之後呢 再來進行消費的部分 你還可以拿到加碼的活動 比如說他現在這一檔 第三季有活動是 你把它綁在 把MCO卡綁在Light Pay裡面 然後 去家樂福進行掃碼的部分 你可以拿到額外加碼的這個 所謂的 10%回饋 也就是說 漢布隆通的 我居然在 用這張卡片 然後綁在Light Pay上面做消費 可以拿到最高15%回饋 在家樂福 所以這是他的亮點之一 所以 他的聯邦賴典電卡 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好用 連我自己都很 很擔心 就是我的1萬元 我的額度馬上就用完了 其實好多地方都可以做消費 非常的棒 所以也提醒大家就是 卡片到手之後 一定要想辦法去活用你的卡片 讓你的優惠權益最大化 好嗎 這也是我們就是自己幾個 喜歡用信用卡的人 發現的這個 卡片的優惠 提供給大家整理一下這樣子 好 那最後一個重點就是說 你應該要怎樣 才能夠換到這張新的卡面 我覺得其實沒有很困難 你要做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使用聯邦的線上客服 或者是打電話進去聯邦銀行 跟他講說 不好意思 我發現你們有一張新的卡面 我想要把我的舊卡換成新卡 可以嗎 那麼 客服就會啟動幫你換卡的程序 如果你本身有在就MGM的話 你不用擔心 因為它卡號雖然說變更了 但是你的MGM資料系統還是保留的 好 所以這部分也沒有問題 因為我跟CW大大已經換卡了 那麼我們自己的測試是 我們的卡號 用我們新的卡號去系統裡面查詢 所有的資料都還留著 所以你的MGM系統不會因此脫鉤 好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很簡單 第一個就是打電話給客服 跟他講說你要換卡 然後你的卡片會當下立即失效 在7天之後你就會收到一張新的卡面 就是這麼簡單 好 那如果你是線上客服的話 用文字客服跟大家用講的 也是一樣可以達到一樣的效果 好 所以這次的換卡不用任何的費用 也不用這個 這個額外的花錢 就是可以直接換卡面了 好 所以這也是聯邦蠻佛心的一點 好 提供大家參考 那最後的話呢就是寶可夢的金句 好 要來跟大家就是再來醍醐灌頂一下 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金句就是 登登 換湯換藥不如 這個換骨奪胎 這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換湯不換藥的意思就是說 銀行推出來的優惠都差不多 只是換了一個卡面 所以這是用來跟大家講說 其實很多的銀行都是一樣 就是 下半年的權益出來了 但是呢其實沒有做多大的變更 只是換了一個新的卡面上市 就是要躲一下 吸情的程度這樣子 那不如換骨奪胎的意思 當然就是什麼 打掉重練 我其實是還蠻希望 有一些銀行可以推出一些全新的卡面 然後來加會我們的 這個所有的 全台灣的消費者 但是呢其實都沒有 其實 下半年的7月份快走到7月底了 然後看來看去就發現 其實大部分的銀行都只是 欸換個新卡面 然後就 東西就上了 就差不多差不多 包括這個玉山的Uber卡 全益還縮水了 然後好多好多的卡面 其實都換新的 包括中興南培卡也是一樣 我是覺得很可惜啦 因為 換了新的卡面 當然會有很多的 這個話題聲量跟 引起新的半卡槽 但是這個對於 卡片基本的推升 卡量的部分 其實是不會有太大的幫助 然後我也希望 各大銀行在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可以稍微去思考一下 是不是願意 撒一些錢去做一些新的活動 那也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 很有趣就是 剛好前幾天在換卡的時候 有跟他們 聯邦銀行的行銷 這個公關有聊到這件事情 然後他就有問寶可夢說 欸像寶可夢之前參加了這個 下班經濟學的錄影 他覺得 哇在影片裡面又看到寶可夢 這樣子推薦 大家使用聯邦Line 他們非常的感激我 有幫他們做推廣這樣子 推薦 那當然我是因為他真的好 我才推薦 不是因為說 他們拜託我我才推的 但沒有這回事 那重點就是說 他也問我一個問題 他說 我們聯邦奈田卡是不是 有沒有哪些地方可以再做加強 哇這個就講到重點了 那我當然就直接把我們的意見 反映給他了 我就講說其實 保費的權益真的很不錯 那如果你想要開拓新的戰場 也許就是可以增加一些不同的優惠 那我也順便跟他講一下說 其實我們卡板幫的成效很好 是不是有可能給我們一些獨家的贈品 然後我們就是來給本團的人 這個我們的粉絲朋友一起來抽獎呢 他就說好 我們回去演你看看 說不定我們8月起 我們聯邦奈田卡的MGM 又有一些新的好玩的東西了 所以大家就可以好好的來期待一下 因為這些基本上就是 包可夢用個人的影響力 去想辦法幫大家爭取到一些好康 大概是這個樣子 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也非常歡迎你趕快來就是訂閱一下 小鈴鐺開起來每天最新消息送你家 好不好 好那再來的話呢就是如果你覺得 你身邊有一些親友也需要相關的資訊 也非常歡迎你趕快來公開的按讚留言 然後分享給他們 然後讓他們一起來享受這個 所謂的國內line points點數回饋無上限 瘋狂零點的這個活動 有那個大額刷卡需求的 都趕快叫他們來辦這張卡片 跟不跟MGM都無所謂 他跟你的MGM也很好 反正重點是好東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 就是這個樣子 好我是包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